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视其为志愿良才 喜爱有价 自那时期 东北的松花宴 便在诸多名宴中脱颖而出 被皇家赞为群宴之首 获得玉宴殊荣 辽宁本期的松花宴制作技艺 因工艺复杂 用料考究 文室华丽等诸多特点 在2014年被纳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今在这座辽东小城里 一位年轻的女性 正秉承着该技艺中 所蕴含的向人情怀 我是松花实验制作技艺的 第五代传承人冯月亭 制作松花宴对工匠技法 要求极高 金雕细刻 刀落行出 精益求精到毫里之间 85年生日的冯月亭 在少年时就迷上了这门技艺 实际上我开始入门 大概是16岁到17岁 那个时候左右 因为小的时候 是在这个石头堆里面长大的 然后一直也特别喜欢 但是呢 家里很排斥 尤其是父亲一直 就是不能讲是不支持了 就非常抵触的那种 就不希望我从事这个行业 因为父亲原来是做雕刻的 然后他就觉得 这个活太苦了 说家里就这么一个小女孩 去做这个 所以他当时特别不支持 那时的冯月亭 并没有因为父亲的反对而放弃 反而不停地练习基本功 他就发现 开始雕花了 我就把自己做的那个雁台 雕的那个花 用那个铅笔磨出来 那个花他看到了 后来他就说 应该拜个师傅 冯月亭的父亲冯君 是著名的雁雕像人 正是他让曾经失传百年的 松花雁宫廷制作技法 再次走入人们视野 刚开始做雁气形很大 雕刻特别复杂 五龙画缝的这种 到后期我们还做过 桌球的那个桌面 2002年 父女俩制雁的风格 却突然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因为当时我父亲就刚好是跟台北故宫 也是因为当时做了一个大型的一个专展 然后看到了这一方方小的雁台 而且确定是说 这种食材就惨自咱们辽宁本西 我父亲当时第一感觉是 我们现在太货货材料了 就是这么好的食材 你看人家过去300年前 是这样这样用的 我们现在铺张浪费的用法 有些东西做得很可惜 就在他们决定好今后的发展方向时 父亲却突然病逝 悲痛过后 冯月亭更坚定了传承松花燕制作记忆的决心 这份信念离不开从小在父亲身边的耳濡目染 也离不开他对松花石的情有独钟 小女孩一般会尝个什么娃娃呀 但我的床里偶尔就会塞两块石头 松花燕的独特魅力离不开原料松花石 制燕的首要便是选料 选食要由老师傅专门去看 因为所有的原料 它基本上都有外面的一层包裹物 看不到里面具体的花纹是什么样子 然后选完石大概之后要回来进行初切 然后再进行相食 相食其实也是根据这个食材 我们能切出来的具体的花纹 颜色的翘色 然后再进行设计 很多人的第一感觉是传统的雕刻和制燕来讲 应该是精雕那个环节是最重要的 但实际上我们在选食的第一方向是最重要的 辽宁本系的大山中盛产文理丰富 色彩斑斓的松花石 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松花宴的食料源头之一 每逢雨季到来 冯月亭总能在这片广袤群山中间 寻找到心仪的原石 就这块还可以的 还可以 但不是特别理想 看看这 看这个可以 这个一敲 这个是硬度软度很好的 这个好 这个好 真是我们讲 松花石当中所有的翘色 看到这场浅浅的颜色了吗 这个翘都不用翘 这肯定能用 而且看 咱们老讲石头要原石原皮 就这个如果回家 咱们不做任何的修饰 可以直接摆着 当一个其实是可以的 然后或者说 就中间 它晕的这条线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颜色翘的 就是特别宽的一道 有意思的是 它不是一平的 像这样是晕一点点点点点 过来的 然后再细过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做一个 晕染一点的设计 比如说雕一个云纹啊 或者是一镜一点的东西 受益于本西 得天独厚的松花石资源 冯月亭可以更加专注 对智燕工艺的追求 和父亲冯君一样 他立志重现宫廷制作记忆 让更多的人欣赏到 松花眼珍品 我们在做的很多的 工艺研发和碰撞 有50%是把老的工艺 很多我们觉得非常漂亮 你现在在博物馆 才能看到这些 特别牛的工艺 我们把它再现 冯月亭拜访了 国内外各大博物馆 通过学习交流 他用重新掌握的 诗传手艺 复刻出的松花眼 其精细做工 得到了专家们的肯定 在民间很多的匠人 把东花石资源的一些工艺 一些做法 进行了很好的继承 他作为一个对传统文化 充满热爱的年轻的匠人 也把松花实验这么一个特殊的工艺 也进行了很好的传承和弘扬 冯月亭还组建起专门的研发团队 越来越多复刻出的珍藏松花艺 出现在世人面前 现在这个时代 我觉得我们能有这么透明的信息化 我们能了解到很多老的工艺 就像咱们说 很多这个轻重的档案 过去人家认为说 你有个轻重大岗 好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但是现在你去查 所有这个故宫初的书籍里面 所有的档案 无论是纸质版的还是电子版的 只要你愿意去学习 你愿意去找 都可以去找得到 一方艳台承载的不只是点点墨迹 其中更蕴含着匠人们的初心 松花艳雕琢的过程中 往往考验着工匠的坚守 我们实际做艳台 小的工序大概是102道工序 大的工序能分成9个门类 小师傅入门 前三年只是用眼睛去看 他只能了解各个气形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制 三年之后才能开始上手 那基本上 如果要是把一个器物的气形 做得完全标准 至少要10年的时间 在工房中 总能看到冯月亭教学的身影 像这个有的时候 清豆楼水 然后比如说 抛不太到的地方 经常看一看 检查爱一点 然后要勤检查 有的时候咱经常会出现 就是有的地方 打磨都抠光过度 这个涂层尽量还是做薄一点 就是不要做太厚 太厚反而增加这个 抛光的这个负担 在传授记忆的同时 冯月亭通过对松花石文创类产品的设计研发 让致引工艺走入百姓寻常生活 我们现在做了飞夷的文创的一些小品 比如说我们把罗电的镶嵌工艺应用在杯垫上 香气 茶气这些都会去做 然而就是这些小小的文创作品 最初却给冯月亭带了一些麻烦 19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离现在也不远 我刚开始做飞翼文状的时候 各位老师非常不理解 你是做雕刻的 你为啥要做那些小玩意儿 我们做文创其实最早的一个初心 就是怎么能让更多的人去接纳它 比我手掌还小的一款小小的迷你宴 我们当时是因为受到一个 零零后的孩子的启发 他当时说 我现在开始描那个迎头小凯 他说我现在能市面上买的雁台 要么就是特别大 要么就是像一个池子 一个碗一样 但是我能不能搭配一个好看一点 他当时给我留了相当于是小小的课题 文创产品上线以后 冯月亭更加注重与年轻人的互动 他还定期组织青少年 到松花实验博物馆 免费参观学习 你像这个是套料 为什么叫套料 是两种颜色套在一起的 然后这是咱们的那个 跟师傅们做的雕花 这种雕花叫蚕之莲 然后这边这叫蚕之的卷草 蚕就是蚕绕的蚕 然后卷草完中间是一朵莲花 对吧 其实这个雕其实蛮难的 如果你们了解 以后再去博物馆 你就可以给你的同学讲一讲 秉承匠人之道 冯月亭对传承 始终怀有一份执着和责任 只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松花眼 才能让这门非以手艺 延续千古 说白了 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手艺握在自己手里 毫无意义 我们也希望这个手艺不光在我们自己手中传承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去了解 有更好的人去传承和保护它 冯月亭的青囊相授 让学徒们感受到匠人的无私精神 不少人也慕名前来拜师 学院巧合来到自家堂 然后来了之后呢 也不太了解这个传统文化 跟冯老师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也发现 不管是以前传统工艺 还是这个新工艺的方面 都让我觉得特别厉害 就想跟他一直能更深入地学习一下 工作之余 借助互联网 冯月亭搭建起全新的义务小课堂 四边全都是自然形成的 这是一款文人液 然后这个是我们用的 这个金线的木纹去雕的这种 现在非议的传承的性质 和我小时候那个时候 就不太一样了 我小时候师傅还是这个 师傅领进门修身在个人 你能学不能学你自己去看 因为对于这个传统手工艺来讲 其实它的门槛是很低的 你会发现同样是雕花 有的大师傅雕花那记忆进展 但有的一些 你可能做一个小小的器物 你就觉得看一眼 懂了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个想入门很容易 但是你想做得很好 这个是很难的 冯月亭数十年的坚持不懈 用精湛技艺和巧夺天工的作品 赢得了业内的认可与尊重 看看我们今天在辽博的展 以刀为笔 卓艳升华 冯月亭未来的路还很漫长 她却始终有着一颗平凡降星 如果要是对小的时候 那个自己讲 我觉得就是好好干 就还会走这条路 而且就是能把自己的这个喜好 当做一个事业去做 这个太开心了 感谢观看